字幕提供 然後我們打開我們的終端機 我們先看看我們有沒有辦法跳臉 誰打給我跳臉 現在是不行 不行的話就要裝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們就用 apt install的方式 來安裝 install 跳臉 打上我們的Password 嗯 嗯 好 所以應該是這樣的 好 好 那 應該就裝好了 那我們把這個 Terminal把它關掉 重新再開 一個 這上面按鍵的地方 我們 修改一下我們的編碼方式 我們用Big5 所以接下來我們要到一個 Big5的 站 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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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PTT 所以沒有辦法進去 所以沒有辦法進去 那 我們再稍微再等一下 好 那我們 Telanet 這個 就被踢出來了 好 好 我們打開終端機 那我們現在要做的呢 是要去 安裝 用 嗯 open ssh server 好 所以這邊一樣 我們也是採用 apt 的一個方式 所以這邊呢 速度 apt gat install open ss h hyphen server 好 打上我們password 好 原則上應該就裝好了 裝好之後呢 我們當然 因為我們是server 我們看看能夠透過 其他的電腦 能夠再接上我們這台電腦 那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 我們 的 這台電腦的IP 5 config 嗯 所以 我們 這台電腦的IP 我們把它記一下 它應該是在 它應該是在 這裡 基本上我們就採用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 另外一個環境 好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現在是 在 在另外 另外一個環境 就是windows的環境 wind7 那我們這邊我們要下載 一個叫做 拍體的一個 軟體 嗯 那這邊稍微看一下 它的相關的一個說明 好 所以我們這邊應該點下去 所以就下載 另存新檔 是 應該是 直接 下載 所以我們就把它安裝在 低潮 好 應該就好了 好 所以呢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 執行 解壓縮 好 所以我們就直接執行 按執行 那我們這裡呢 當然就是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當然是要 我們把剛剛的IP值 把它打上去 所以這是192 0.168 0.168 0.1 0.113 好 那我們是採用 SSH的方式 那破號是 22號 那我們直接open 所以我們先看一下 它的說明 嗯 嗯 它這裡說明 它這裡是 用到的是 RSA 的 2048會員 RSA 它相關的 嗯 雜錯 函數的 字 好 我們這邊當然是 按式 那這部電腦的話 我們當然必須要記得 我們 的 登錄的方式 嗯 好 那我們的PASWORD 當然要打對 當然是沒辦法進去的 好 嗯 在這裡面呢 我們 其實就已經 登錄進來了 好 那我們看看 我們 進來所在的 資料夾 當然是在 在home資料夾 這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 我們打算 這邊 這邊可能編碼上 會有一點問題 我們看 在編碼上 我們是不是可以做個修改 所以我們這邊 當然是要用 UTF-8 還是有一點問題 好 這邊是有一點問題 沒關係 我們在這裡我們就 在這個資料夾部分呢 我們就打一個非常簡易的一個吸塵室好了 所以 我們直接 VIM 嗯 這個吸塵室的話 假設叫做TRIE 點C 好 所以這次的遠端登錄 我們是用SSH 登進來的 我們在這邊呢 當然第一步呢 是要先進入 音色模式 所以我們這邊當然是 現在include 我們 std io.h 然後我們 到我們的 主程式 簡單一點就可以了 man 然後 打瓜糊 tap 鍵 return 0 tap鍵 那我們這邊呢 打一個非常簡單的 格式化輸出 嗯 嗯 因為編碼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 只打英文好了 嗯 file ssh 2 run end bz c program 哦 斷了 好 雲上這樣就好了 嗯 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 就 按 esc 冒號 寫入 不 離開 清探號 好 那我們 直接打 L L 應該 LS就好了 簡單一點 所以 我們的 try.c 是有的 那我們 OK 編碼正確了 好 所以我們這邊呢 我們CIT 我們的 try.c 好 基本上我們的程式在這邊 那當然 程式碼必須要編譯它才能執行 所以我們就用 GCC 我們的 try.c t-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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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ry.c-o t-o 那我們再有 s幾片 確實 那我們在執行 它 所以這邊的話 就採用 t-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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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當然是回到我們 剛剛遠端登錄的那個 那個 地方 我們再去看看它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登錄 這個電腦 好 好 那我們 看一下 LS 一遍 確實是在這個地方 CNT try.c OK 那我們這邊也可以再執行一遍 好 那可以說明的是 一切都是 正常 透過SSH 安全的連線 如果我們稍後 我們會不會避免 我們會不會避免 好 好 可能